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如果有一個人打電話到電視臺 預告他即將被謀殺 那媒體是應該要搶獨家 還是應該要阻止殺人事件呢 如果有人心懷惡意 接近操弄媒體的時候 那又該怎麼辦呢 推理小說 沒有城堡的人講的 就是媒體與謀殺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推理專家 沃甫和東陽跟我們分享 推理小說中的媒體的善意與惡意 沃甫你好 慧玲好 大家好 東陽你好 慧玲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了一個良難 可能你到底是要去報導獨家 還是要去阻止謀殺案 其實就是這本小說 沒有城堡的人 第一篇的故事要探討的事情 可不可以先請東陽 幫我們介紹一下 沒有城堡人這部小說 他一共有三個短 兩個短篇 先加上一個長篇故事 剛剛惠玲提到的 一開頭講到的就是第一篇故事 叫做希望被殺的女人 那這希望被殺的女人 就講到是一個 應該算是坟嶺族 女性 上班族 打電話進到電視台 我們知道電視台都會接到 有call out的電話 call in進來的電話 那接到電話的時候 聽到對方並不是在提供什麼情報 而是提供他自己的一個預告 但是預告講的是 今晚我將會被殺 請你們找出殺害我的兇手 這個要求實在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為什麼會有人想要被殺掉 對 他其實一開始就揭示了 剛剛惠玲提到的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人想要被殺掉 然後是誰要殺害這個女孩子 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那個當下 凶殺案並沒有發生 但是也是一個預告 所以這個預告的背後 到底是誰在操控 或是誰要去執行這件事情呢 他到底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 以及後頭會發生 電視台要怎麼去應對 因為如果電視台去報了警 警察講事情沒發生 我怎麼辦 對 那如果電視台不報警 他是不是就變成 眼真正的看見這件事情發生嗎 好像也不大對勁 而且這女孩子還有一個要求 這打電話進來的女孩子要求說 請你們抓出殺害我的兇手來 但抓兇手這件事情 明明就是警察的本 警方該做的事 對 那為什麼會打電話到電視台來呢 他到底目的何在 對 往下看就知道說 這個女孩子其實想要 有點帶著報復的心理 對 想要把過去跟他曾經交往過 然後公司的另外一位男子園 然後感覺上這個男子園 有另外更好的結婚對象 是一個 要拋棄他了 對 要拋棄他了 對 所以他現在變成有這樣的危機感 這危機感他希望對方能夠嘗到惡果 所以他設計讓對方蒙聲殺意 想要殺了他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女孩子 他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這樣的一個動機 打電話進到電視台 如果電視台也就依了他的意的話 那不就是電視台變得幫兇嗎 對 那如果不依他的意 電視台也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幫兇 就是 他明明知道有這樣的犯行 有這樣的犯意 卻沒有去阻止他 對 可是要怎麼去阻止 可是又不能報導他 沒錯 因為他是一個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我現在就報導了他 所以萬一那個晚上 這個兇手真的沒有去殺了這個女的 是 那就他誣陷人家了 而且他也就給了人家壞名聲 對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場景之下的時候 到底接到電話的這個新聞台的 然後在小數裡面描述的叫做 首都電視台 對 那在首都電視台裡頭 晚上 每個禮拜三晚上 九點到十點的一個新聞帶狀節目 叫Night to Ten Night to Ten 對 Night to Ten的執行製作 就接到這用電話之後 他當下要判斷今天晚上 距離他接電話時間只剩下幾個小時的空檔 是 他要如何去應對 因為包括當這個女孩子希望 電視台去報導的時候 也畢竟要提供地址 對 但是這時候如果先提早提供地址的話 那變成電視台會去阻擋這樣子的一個 犯行的發生 對 又不能順女孩子的意 所以這中間就牽扯到兩邊的 有點鬥智鬥力 所以這女孩子告訴電視台說 到晚上八點我會設定傳聲機 就當我被殺害之後 那傳聲機就會自動傳送我的地址 到電視台來 但假裝是到電視台訂花 所以訂花的訂購單上面 會有我家的地址 我的地址 所以你就可以尋見拍到 我被殺害的屍體 是 對 但這部分在電視台來講 他其實用意就不是在 我真的要去抓兇手或去拍屍體 那麼劣奇的 因為這部分也有新聞道德上面的問題 所以他要如何去爭取到 真的阻止這件事情嗎 或是如果不能阻止的話 後面要怎麼解決呢 就變成是這部小說 一開始非常吸引人的一個開頭 我想小說真的很厲害 他會把這樣子的 非常困難的狀況 最後當然是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以及到底最後怎麼解決的 就算是把這樣子的難題 放到現實生活當中 如果媒體接到了 今天接到了這樣一通電話 我相信是很棘手 很難以解決的事情 是 中間有幾個包袱 對 就是說這件事情如果外界知道了 其實變成媒體 又變成另外一個劍拔 是 或說他們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也會想像到說 那這樣子的事情發生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我可以提高收視率 因為包括在中間 打電話進來的女孩子 她是看了這個節目之前 製播的一個活動 這活動講的是一個麵包師傅 去監獄外頭 等候當初殺害她太太的殺人犯 的這段歷程 她要刑滿出獄了 對 她刑滿出獄 那時候其實在電視台立場來講 他們也曾經經歷過激烈的辯論 那最後希望是 能夠帶給觀眾看到的一個訊息是 你如何面對到 就從被害者的角色去看 這樣的一個過去 曾經發生過的殺人事件 對 所以現在到了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一樣面對到的麻煩跟困境 其實也反映著說 他們如果這樣的報導 是能夠上了媒體 上了新聞 到觀眾面前的話 這後面似乎有不錯的收視率 可以期待 對 但如果我解決不好的話 那我會變成 這個節目搞不好有被要檢討 甚至結束的麻煩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在小說當中 無論是對讀者來講 或是對小說裡頭人物來說 都是一個帶解決的難題 對 所以擴大影響力的過程裡頭 才會慢慢的警覺到 從一開始很開心 到後面去警覺到說 如果這個影響力是負面的 是可被操控的 對 或者是這中間有帶著 惡意的情境 心情 而進入的時候 無論你是在電視台內工作 或是在電視台之外 他等於是寫了這樣子一個 有自己工作經驗 但也去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今天討論的這個推理小說的主角是 這個電視台裡面的9 to 10這個節目 讓我今天錄影的時候覺得好緊張 今天要討論到我們電視台這個問題 電視台節目我覺得他其實算是很幸運 又很倒楣 總是會有不同的案件找上這個節目 後面其實他就在開始鋪陳一個長篇 之前他們遇到了一個更大的困難 講到的是有人想要利用媒體 變成一個媒體寵兒 是 對 在之前另外一本小說 叫虛線惡意裡面 也出現了這個節目 那因為虛線惡意裡面的某個事件 對 但這個節目開始被社會批評 過濟他 瀕臨瓦解這樣 瀕臨瓦解 幸好撐下來 對對對 那現在這一次這個希望被殺女人 這個事件解決的還不壞 對 所以大家好像對他們開始重拾信心 然後他們開始也開始覺得 我們就是社會良心之類的 所以在這個第二故事裡面 他們去找了一個原教少女的問題 對 那這個後來發現 後來在這個第二故事裡面 這原教少女後來就出事了 出事之後 大家就開始在討論說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節目的播出 讓這個少女有了別的想法 就先前原教他就是一個愛玩 或者是喜歡拜金 喜歡名牌 但是他這個事情一傳出來之後 他是不是有 就讓他開始比如說 遭受很多社會的壓力 或是心理上產生了一個 一些不一樣的想像之類的 那這是第二故事 第三個故事的時候 這個少女的 原教少女的自稱是 原教少女男朋友的一個人出現 然後他就懇請社會要 就是我們這個女生 其實會這樣是有某些原因的 然後請大家要替他想一想 但是他也沒有很怪 這個電視台 他用一個非常寬容的方式 在面對這個這個事情 出現了一個正義使者 對 然後一個好青年 他塑造了一個好青年的形象 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覺得 給這個這個年輕人上節目的機會 這件事情上面是有一些贖罪的心態 因為好像我的你的女朋友是跟 跟我們的死亡跟我們有點關係 是 似乎是因為媒體的報導 對 促使了一個少女的離開 尋短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這個年輕人的確也很會利用 上節目的機會 去表現自己 然後他展現了某種 其實我們讀起來 讀起來的時候有點像邪教 就是非常散播真理 散播愛 但是你會沒好到 你不太敢相信 真的有這麼無私的人的這個創況 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形象出來 對 但是後面會發現說 其實因為這個人 其實是有收視率的 所以他上電視之後 他講了好聽的話 大家其實是喜歡看的 那這個利益會慢慢傳播出去 所以他其實其他電視臺 是會對他演 對手錄電視臺 是會演紅的 那他們是可以引發一些新話題的 對 電視臺這邊的盤算 所以讓這個人上節目是有好處的 對 尤其他從一開始 這樣受害者的形象 到後來什麼都可以談 他也可以談青年的問題 他也可以談家庭主婦的問題 他也可以談 對 對 他變成一個另類的名嘴 對 就是年輕人 代表年輕人新生的 這樣一個新的共主 是 那還蠻 蠻厲害的 是蠻厲害的 對 但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在故事裡面 也會看到說 這個年輕人其實是 他是有另外的目的 這其實會回歸到書名是 沒有城堡的人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書裡面的城堡 其實在講的是電視臺這個機構 他有辦法在一個固若金湯的堡壘裡面 對 發出電波 對 去把訊息傳給全國各地 甚至全世界各地的這個收看者 收聽者 他是一個城堡 對 事實上沒有城堡的人 有可能去利用城堡做某些事情 雖然他沒有城堡 但他有城堡力量 是 這些在城堡裡面的人 可能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資訊的傳播者 對 但他們可能也是一個被利用者 是 其實在第一個故事裡面就已經看到了這樣的端倪 因為這個剛剛東陽提到這位 這個想自殺的 被自殺 想被自殺 被殺 對 這個這個小姐其實他就是 要利用電視臺來把這個事情做完 因為事實上如果不是電視臺 他這個計謀也沒有辦法成功 對 就如果是其他媒體這個計謀也沒有辦法成功 對 所以一個沒有城堡的人 他是有可能用某些方法去影響 去利用這個城堡 對 但城堡能影響的人其實非常的多 以電視臺的角度來看 我們能影響的人是很大的 群眾是很大的 所以當這個城堡裡面的人 不自覺地被城堡外面的人 沒有城堡的人所利用的時候 他們應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是這本書裡面提到 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對 在小說裡面描述的情境非常可怕 這個媒體從而 他可以發揮的那個影響力 他利用新科技等等的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是善或者是惡 但是他可以操縱起的那個名義 其實是非常巨大的 對 東瑤你覺得他想要談什麼呢 他曾經有改派成電視劇的作品 是有像冰的世界 沉睡的 沉睡的森林 是牧村拓宅演的 對 牧村拓宅演的 對 那這幾部 像青鳥 這幾部都是他比較知名的日劇作品 所以他原本從劇作家的故事立場 來去看到觀眾的反應的時候 他只是寫故事 這寫故事看到觀眾的反應中間的變化 才知道這中間不只是他自己寫故事的能耐而已 而是透過了城堡電視台去增幅了去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所以擴大影響力的過程以後才慢慢的警覺到 從一開始很開心到後面去警覺到說 如果這個影響力是負面的 是可被操控的 對 或者是這中間有帶著惡意的情境 心情進入的時候 無論你是在電視台內工作 或是在電視台之外 他等於是寫了這樣子一個有自己工作經驗 但也去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發生的事情 無論是在日本 或是當他翻譯成中文 進入到臺灣讀者的閱讀世界的時候 我覺得那看起來大家都會有一種 級別的大家會跑出來的感覺 因為他有可能就會發生 甚至已經發生了 我們也不知道 是 因為這中間 在這部作品 他發表年代是2004年 距今十幾年前 十年 十一年前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 所以現在看到的 還不只是電視台而已 如果有了網路 有了其他力量之後 更快速 對 他要講的都是一個 當我們過去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 他會像把石頭丟到池塘裡頭 散播出去的涟漪 他散播的既快又廣的時候 他後面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對 而這個結果呢 過去我們意識到的新聞 或是媒體 他所要報導的 應該是一個 比如說發生的事情 我們剛剛講到的西方被殺女人 他是還沒發生 那我要怎麼解決 之外 他要處理的是發生的事情 以及這些發生事情背後 可能有了英雄 對 所以這些英雄人物才會被當成是公眾的 媒體人物 對 公眾所信賴的人物 甚至是偶像 對 甚至是偶像 可以跟隨他 是 那這些人畢竟都是 他都是在一個真實的事件 或是發生的事件當中 才出現的一號人物的時候 電視台現在反而是反昭作人 對 他可能會去塑造一個 或是你有有心的人 他可以是變成讓電視台塑造出來的人物 所以我們到底是看一個 看一個學有專精的名人 還是這個名人是被塑造出來 而開始去對其他的各種的話題 各種的大眾所關切 關切的事情 讓他變成是最終有點像是邪教的 意見領袖 對 意見領袖 或者說這中間你賦予他太多 他其實無法承受 這個角色無法承受 對 對 卻你因為相信這個人 而覺得他所說的事情都是對的 天文地理 無所不知 對 有這樣的一個 當他還經手在原本自己的領域的時候 或許那他講出來的話是有道理的 對 他是有影響力的 是 可是當他擴及到外頭去的時候 中間 當稍稍的偏向了某一些 你帶有私心 帶有惡意的時候 這中間後面所造成的影響力 是無緣佛界的 對 所以他幾乎慢用了好萊塢的技術 跟找了臨時演員來演逃難的人 然後用好萊塢的技術 虛構了一個城市 真的要被轟炸的事情 是 然後這個東西變成新聞 其實這本書讓我看完的時候 感到不寒而慄 他是第二本 《野則上》的第二本 剛剛我們談到《野則上》 之前還有一部作品叫做 《虛線的惡意》 《虛線的惡意》其實是 剛好是倒過來 他是媒體 如果你一個不小心 就很有可能為惡的 這樣一個情況 《虛線的惡意》其實 寫在之前 對 所以他的背景一樣是 這個首度電視臺的 9 to 10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真的命運多轉 對 故事的開始是 這個節目裡面有一個 剪接師 女剪接師 非常的強勢 但是他的眼光非常的精準 他在收到一個謀殺案的報導的 這個錄影帶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報導裡面 裡面有其中一個畫面 非常的不尋常 他利用剪接的技巧 讓大家去注意到那個畫面 這邊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其實並不是直接指控說 那個地方有問題 對 他是利用自己的專業技巧 讓觀眾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他用剪接的方式 讓你覺得好像這個人就是這個兇手 對 他用這個方式去暗示了觀眾 其實他是暗示了觀眾 他把自己的主觀的這個看法 暗示了觀眾 雖然沒有直接講 對 然後在這個事前 這個事件之後呢 警方後來真的發現說 那個謀殺案的關鍵是 那件事就是這個搖子 就是這個女剪接師 注意到這件事情 果然有一點點關聯 然後就捕風捉影了 所以這個 但換因為這樣破案了 所以這個Night to Ten這個節目 就聲勢水漲船高 大家就相信了這個節目說 你會告訴我們真實的一個東西 當然遠藤姚子 他一方面他是一個女性 然後他又強勢 他又是一個離婚的媽媽 他在日本的那個社會裡面 會有非常多的被挑戰的這個部分 就是有人覺得這個女人 怎麼可以這麼強勢 然後有人會覺得你做得很不錯 很專業之類的 接下來姚子就接到了 另外一個檢舉的錄影帶 這個錄影帶在講到一個 他們這個交通省的一個議案 然後他看了這個錄影帶之後 發現裡面有某個官員 露出了一抹奇妙的微笑 他一直覺得 他覺得這官員應該有問題 他應該跟這個收回這件事情 是有關係的 他沒有其他證據 雖然沒有辦法直接指控 他就又用了自己的這個專業技巧 讓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去注意到他那個奇怪的笑臉 是 好 那當然很多媒體 其他媒體的風向會轉向說 是不是這個官員有涉案 對 民眾也覺得說你這 你笑成這樣子一定有問題 就其實在真正的審判之前 就已經定罪了他 輿論都已經開始轉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這個官員呢 就他其實是個小官員而已 這小公務員 那這個公務員就非常的痛苦 然後老婆也跟他吵架 然後他老婆就回娘家了 然後他自己把家裡搞得很亂 他一直覺得說我會變這麼慘 都是因為姚子害我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姚子 開始收到奇怪的 其他奇怪的錄影帶 這個錄影帶跟蹤他 記錄他的生活起居 跟蹤這個 跟蹤的姚子 對 是 然後姚子的心裡想說 這應該是那個官員在報復我 他想要讓我知道說 被人家跟拍是什麼樣子的心情 因為我剪接師 他是一個幕後的工作人員 你現在被硬生生放到幕前去 那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故事在後面會解釋說 那到底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 那錄影帶是誰拍的 對 但是在故事裡面這邊 他書名叫虛線惡意 虛線在講的是 從前構成舊式螢幕的這個掃描線 對 那是虛線 那我們現在這個螢幕 電視的螢幕掃描線 現在已經看不到這個東西了 對 那惡意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老實說姚子認為自己並沒有惡意 我在看虛線惡意這本書的時候 感到真的是毛骨悚然那種 就是你就算心存一點點不確定 但是你這件事情做出去了 他對於 人就收不回來了 對 報導者的傷害 其實是你很難以預料的 即便放到現實生活來 都還 我們還是其實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事情 他在臺灣社會上真實發生著 不過我們講到推理小說 跟影視裡面提到的這種案件 跟真實生活 其實還蠻有趣可以稍微相對照對不對 好萊塢也拍了很多這樣的題材 好萊塢有一個比較 他有比較有趣的也有比較嚴肅 我們是不是在講這個東西的 我們先講有趣的好了 有趣的那一部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部片叫做 Wed Wag the Dog 臺灣藝名叫做 桃色風雲搖擺狗 在故事裡面在講 美國總統沒有講哪一任 美國總統 射入了一個白宮實習生的桃色風波 但是快要大選了 他為了要趕快把這個形象扭轉回來 他就找了他地下的危機處理小組 那這個危機處理小組是 勞國丁英諾帶頭的 勞國丁英諾想說那要怎麼辦 他就找一個製片人 是達斯汀霍布曼演的 他就找達斯汀霍布曼演說 我們要來拍部片 說阿爾巴尼亞內戰 所以我們要派兵去那邊幫他平亂 但是阿爾巴尼亞完全沒有內戰 是假的 他虛構了一件事情 所以達斯汀霍布曼用了好萊塢的技術 跟找了臨時演員來演逃難的人 然後用好萊塢的技術 虛構了一個城市 真的要被轟炸的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變成新聞 所以大家的注意都被 這個別的國家 歐洲國家有難 大家都以為是真的 所以就被他吸引過去了 然後這個總統就暫時擺脫了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假新聞越吵越大 後來就變成是 有美國的士兵身陷其中 他們要去救他之類的 對 他就是用了很多這樣子的東西 在嘲諷 其實新聞界跟政界 他們可能用這個方式來誤導你 千絲萬縷的利益糾葛 然後不知道誰利用了誰 所以讓我們 觀眾其實雖然是很單純的受眾 但是我們其實搞不清楚 我們到底看到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媒體很有可能被操控的 因為這個片子過了一兩年之後 就爆發了這個 柯林頓的這個事件 然後柯林頓在盧倫斯基事件爆發的時候 他就說他出兵阿富汗 我就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這也太巧合了 這根本就一模一樣 說不定有一些參考的成分 我那時候還就一直很懷疑說 阿富汗真的有發生什麼戰爭嗎 好 其實講到媒體這個話題 媒體其實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像偵探 他就在每天的新聞事件當中 為我們盡量地去接近真實 報道他手上拿到的線索 某種程度上來說 他算是一個嚴謹 但是又認真的偵探的工作 可不可以請沃甫跟我們談一談 你覺得 也則上想要借這兩本書跟我們說什麼呢 學憲惡意在80年代末期 90年代初 然後過了很多年 才寫了這個沒有城堡的人 他在電視台工作 他會非常切身的瞭解到 資訊多麼快速的膨脹 剛剛東陽提到說 2004年那時候還沒有網路 我覺得它是還沒有那麼多的 無線網路的這個 沒有像現在這麼方便的通訊 那事實上我們從90年的末期就開始 就現在如果早一點開始在玩BBS 或者是在上網的 那個時候就已經非常閒手在網路上 獲取各樣的資訊 各式各樣的資訊 那資訊的快速成長 跟資訊的容易取得 這些東西讓很多人其實都不自覺的 變成了媒體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在臉書上轉貼任何的消息 然後我們在跟大家在 本來只是私底下的閒聊 它可能都會變成被傳播出去的一個東西 對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方面是我們如果有這個自覺 我們覺得說我們的東西可能在跟公眾講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去遵守到一個正確 沒有問題的這個發言 另外一個是我們收到了這麼多這麼多的資訊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能力去分辨 或者是去仔細的爬梳 哪些是該留下來的哪些是規則 對 我覺得這是 也則像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隱隱約約會知道說 媒體有這樣子的力量在 它第一個故事告訴我們 媒體便沒有打算做不好的事 但它就是發生了不好的事 第二個是媒體有可能被利用去做不好的事情 那無論如何身為閱聽者 我們必須要去小心這樣的東西 那當我們自己變成媒體的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也要很小心去防範這樣的事情發生 嗯 好 身為媒體 今天非常高興兩位推理小說家 跟我們分享沒有承保的人跟虛弦的而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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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